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类不需要大脑的节目 那么本期我们要介绍的品牌 就是我身后这双有着靴中劳斯莱斯之身的这个丹娜 我这卡的蛮皱 也不知道这个傻逼称号是谁给取的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介绍这双鞋子了 然后大致的聊一下丹娜的这个历史 然后丹娜他是诞生于1932年的波特兰 他最初也是和其他很多这种靴子品牌一样 也是做伐木靴起家的 然后到了二战的时候他获得了政府的这样一个订单 开始为政府生产军学 所以丹娜在美国军队里也是很受欢迎的 然后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然后美国就犯起了一股这个户外的狂潮 大家都去户外登山去徒步 所以丹娜呢也紧跟这个狂潮 然后推出了我身后这双的Mountain Light的前身 这个6490的这个鞋型 这个鞋型呢在当时呢是很具有这个创新意义的 因为他的鞋身整个重量呢在当时算是比较轻的 因为你要去户外呢 那就像现在大家追求的这个轻量化户外一样 所以当时他的前身一进推出就蛮受欢迎的 然后到了1979年的时候 然后推出了第一代的这个Mountain Light 然后当时搭载了GOTES的这个防水鞋套 也是极具创新性的 那么在当时丹娜是第一个在靴子里 用上这个GOTES的这个防水鞋套科技的这样一个靴子 所以说也还是蛮牛逼的 我这帽子戴好还是不戴好 其实没洗头 给它戴上了 戴上之后我的 我只要一转头这个声音就在我那边喀喀的响 还是戴上了 然后我手里这一双呢 就是丹娜的山脉之光 不得不说这个山脉之光这个名字取得是真的好 是不是给大家先看外观 是吧山脉之光山光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立马把这个户外 把这个大自然把这个山就联系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丹娜的话 我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买过一双它的山光二 然后那一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是蒂头 然后整个脚穿上去就跟穿粽子一样 就包着就特别难受 我就立马给退了 实在是太反人类了 然后今天这双山光的话 我买的是一亿的 就是加宽的 这个红色鞋带它还有附赠一双 在这鞋盒里等下拿出来 附赠一双比较宽的那个 这个配色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但是这个外观呢 我真的是很难做评价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就觉得 我从没见过这么丑的这个靴子 但是呢 虽然最近我又中毒了 我觉得这双丹娜真好看 所以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好看 有时候觉得丑 这个就很纠结 大家觉得这个外观怎么样 大家几番 好 我们来大致看一下 看这个皮革 皮革的这个质感 然后鞋帮这里有一个热压的一个logo 整个鞋子看起来是有点女式的 就是没有那么的硬核的感觉 但他呢 像这样子什么造型又是一个军学 在我看来是有点偏女式的 所以说很多女的他也穿这一双鞋子 包括这个配色他也有女款 这个很多只是相较于 其他的靴子品牌来讲 但是呢你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确实好像还没碰到 整个鞋子看起来 它的曲线呢 也是整个就很圆润了 这个曲线也是 我只能用一个优美来形容 然后鞋子的一体化也是很强 我们来看这个皮质 皮质的话以我现在来看 这双可能是买来这个商家有点放久 感觉有点缺油啊 可能需要上一下油啊 皮质怎么说呢 感觉应该还行吧 那具体也还没穿 只有穿了之后才能知道 然后它的鞋舌 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大鞋舌 我把鞋带给拿掉了 拿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舌 很夸张很夸张的一个鞋舌 它这个整个鞋子它的皮质呢 它是一整张皮完全的覆盖的 就是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整张皮 然后中间这里切开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呢 大家就玩过皮的人都知道 这样子就很费皮料 因为你如果有很多部位的话 你可以避免开一些皮的一些瑕疵 但你这样整张切割的话 那你可能就费料要费很多了 包括它的鞋舌也是这样一体的 也是这样一整张 能看到 整个拉开是很奇怪的 然后它通过这样叠叠叠叠叠到一起 然后内衬的话 它这个也是有点棕色的这样一个内衬 这个内衬是很软很软 真的很软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牛皮 尤其鞋都这里特别软 所以说穿起来的话 脚感应该会蛮舒服的 但是我前几天试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忘记脚感了 等一下我们出去再来试一下 然后它整个内衬包裹的是 GOTES的一个防水鞋套 这个应该可以讲鞋套了 因为你看它基本上全包裹的 就全包裹的一个GOTES的鞋套 对就是整个鞋子里面都有 所以这双鞋子的功能性 防水性的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这个GOTES的鞋套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穿这一双山光的话 你就不得不去搭配一个鞋垫了 因为你能看到它的底面也是 底面也是GOTES的话 这样子它不是那么的平整 就凹凸不平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底这里 它的中底它的粉线方法 这是一个外翻的这样一个粉线方法 就是整个皮子它是在外面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对但是这种粉线方法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 个人是不太喜欢 然后它的中底其实是一个泡沫中底 这个中底其实是蛮软的 对在靴子里面相比的话是蛮软的 它毕竟要考虑它的一个徒步 一个登山的这样一个功能性 你不能像那些伐木靴 或者其他这种消防靴什么靴 也要来的那么的硬是吧 这个毕竟要考虑走路 然后外底的话也是一个 外面的一个橡胶外形 之前我们测的那些靴子多重 我已经忘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版本的重量 七百六十二克 七百六十二克 然后两只的话就是一千差不多一千五百克 一千五百克就是 就是那就是一千五百克了 就是一千五百克就是三斤 一只鞋子三斤是吧 那一只一只就是1.5斤了 是1.5斤吗 我这个算术才没有算错吧 我们将来看一下它附赠的另一双鞋带 这一双超大鞋带 我觉得这个鞋带我是很喜欢的 哎呦这小猫又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粗鞋带跟细鞋带的这个区别啊 喜欢粗的就扣1 喜欢细的就扣2了啊 我是喜欢粗的 粗的干起来更好看一点 对比一下怎么样 哎呦不错啊 等下我们去外面走一下啊 去外面走一下 转到开头 跟着吃的 转到最后一边 就像粗鞋 1个鞋带 3个鞋带 转到最后一边 都是窗戈的 20个鞋带 做到最后一边 乱用 在除去 鞋带 好 要 不要 那么这一双Mountain Light的话 我下午穿上来 整体的脚感真的是很轻 比我想象中的要轻很多 走起路来也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脚感也还好 我在没有鞋垫的情况下 这个脚感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脚后跟这里 它要卡着你脚后跟 因为我穿着这种薄袜子 所以说穿薄袜子 肯定这个磨合器 你是要卡出血来的 所以说你可以穿厚一点的针织袜子 那这样子你度过磨合器之后 那这一双靴子 它就是能成为你真的很日常的 这样一双靴子 因为它很多情况下也都能穿 它毕竟是为徒步打造的 你就是日常穿也都是可以的 你靴子可能有些东西太重 怎么样的 你穿了可能会有点负担 但这一双真的蛮不错的 很轻很轻很轻 它这个轻的原因 我觉得就它的鞋底 它的鞋底中间是泡沫鞋底 它不像其他的靴子 里面可能有钢板有怎么样的 这一双靴子 以这个实用性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实用性真的蛮高的 但前提是你要买到合适的 这样一个鞋码加宽度 千万不要买低头的 低头真的是 真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穿 太窄了太窄了 真的包粽子很难受的 买宽一点加个鞋垫 这双鞋子就很爽了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要到这里为止了 大家记得持续的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点赞三连